今年红旗的动作依旧是很大 新年的第一个月 他们就有好几台新车被曝光 那咱们先来说一说比较有看点的E001 该车的白车身本月初就已经下线了 而且官方也公布了新车的外观 那相比于红旗以往的那种比较庄重严肃的风格 这台高端的B级轿车就显得相当的有科技和未来感 且动感十足 据悉该车就是Sedong EV的概念车的量产版本 镰刀型的大灯是红旗首次使用 非常的有冲击力 虽然车头是封闭的 可设计者依旧用了一些可发光的线条 勾勒出了近期红旗常用的那种家族的风格 很有创意 新车还用了一个外字形的新的logo 车尾低矮厚重尾灯的样式 也和红旗最近的几款轿车是很类似的 底部的正中央还有类似于F1的那种雾灯 总的来说 该车在运动感和科技感的营造方面是非常成功的 高级感就不用说了 看这个外观你就知道它肯定不会太便宜 1001是红旗FMES超级架构的首款车 性能非常的强悍 它的0到100公里的加速仅需要3秒 且有30千瓦的无线快充 充电5分钟就能够跑350公里 其总续航里程会超过1000公里 当然了 关于这台车目前比较有用的信息还不是很多 但是有一点是能够确认的 就是它很高级 性能很强 价格可能也很贵 可是却相当的值得期待 实际上国产的新能源车的实力 现在是真的不容小觑 很多盯着合资的老眼光是得改一改了 今天的中国汽车在走的路 和当初的中国手机是何其的相似